你完全领土 为大中华民国 欲皇帝得以退处宽衔 悠游岁月 长寿国民之忧离 别哭 亲见智智之告成 因为你是皇上 岂不易于亲此 谢皇上 赤凯衰凶 不能胜总统之人 伟成孙大总统推荐 五大族推待 世凯愿劫心力 使中华民国 成强大之国家 啥日宫 还能万岁 共和是古城 周朝的事情 史记记载 周立王之乱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昊岳共和 就是国家大事 大家商量着来的意思 明白了 就是皇帝没了 我们大家说的算了 好了 散了散了 刘志兄弟 你说这大总统谁党最好 孙文先生 他怎么突然变成姓袁的了 他是六个枪妹 闪 孙先生辞职之前 以促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通过 这就打好了基础 换个总统决定不了民国的命运 政党政治才是根本 我们让出的不过是一个虚位而已 只要我们的政党在大选中获胜 政党内阁得以组建 专举的相关带手间 先生们 怎么办啊 总统不过是个摆设是个象征 阿猫阿狗谁干也无所谓 因此我们要回党造党 将原先那个松散的 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同盟会 改组成为真正的民国第一大政党 国民党 大总统 政党政治 关乎国体 不可掉以轻心 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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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词之日黎明 众百官恭迎大总统 入大赐更衣 而后经就位 班柴 殿余锦 奉祖 复献独注 军人啊 听说举国上下都在议论国体 颇有威慈 无非是日本的军县制 法兰西的内阁制 还有美利坚的总统制 哪一个适合我们 日式军县时过境迁了 如今 国家已经共和了嘛 问题就在这里 昨天学鹰 今天学法 明日学美利坚 学到最后四步下 你想说什么 继续施法日本 走君主立宪之路 先前若能始终如一 今日中国早已过赴民强 我们也不会将现在这样 饱受列强击入 宋亲 你呢 大总统指到那里 臣就打到那里 已经是民国了 不要老是沉沉的了 蔡将军 蔡厄 你在干什么 大总统 我 既然你喜欢这玩意儿 回头送你几只好的 是 出现独注以后的安排是什么 雅县中县完毕 致受福坐散传 大总统四败 重官 皆四败 最后也不是 最后 被揭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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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